今天是12月29号 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终于顶住了压力 可以说是有金无险 红盘报收 为什么会说有金无险呢 大家看一下 北上资金在上午的时候 它是大量的买入 可是到了下午你会发现 北上资金当日近买入 负5.66亿 所以尤其是尾盘 你发现没有 北上资金在加速的流出 没有砸下来 而且我们的A股在尾盘收盘的时候 还创了一个收盘的新高 今天不得不说 给我们的所有的股民点赞 散户也好 机格也好 终于顶住了北上资金的恶意 什么恶意砸盘 恶意跳水 如果是以往的话 北上资金一出头 一砸盘 那我们的A股就掉下来了 但是今天明显的是顶住了分歧 这个不得不说 大家还是比较给力的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A股已经收了一个红盘爆尾的一个行情 下一个年度能否迎来开门红呢 怎么看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今天的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还有就是马上就元旦了 祝大家元旦快乐 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物作为依据 今天的三大指数 可以说非常给力全线红盘爆收 尤其是 今天的盘面是什么 4300多个票 红盘的 这就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好日子 普天同乐 对不对 全线上涨 我们来看今天的北交所 就是北镇50再次出现大涨 出现上涨 涨幅达到2.18 现在大家明白没有 北交所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大家这段时间要注意 可是注意也没办法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散户是没有权限的 绝大多数散户是没有权限的 对吧 只能看到这些油资 看到这些是什么 投赦的资金在这里吃肉 我们只能默默的流泪 这就是A股当下的一个现实 其实说起来都是类 我觉得股迷尤其是傻瓜朋友们 真正的是这个市场里面的什么 弱势群体 我这么说 大家认同吗 认同的话 在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如果在这种行情下 是吧 我们想要赚钱 该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了 来讲一讲这个盘面 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一段时间的反弹 包括在昨天前天反弹后 我告诉你 反弹没结束 大家是不是兑现了 还有我告诉大家 在这个位置 要等开枪信号 开枪信号是什么 就是等大权重板块的放量 大权重板块放量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 听进去 该加仓的加仓 该抄底的抄底 那么大家有没有这么做 如果你这样做的 我相信这两三天的反弹 大家是能够回一口血的 甚至有些人做对了核心品种的话 在两三天可能回来10个点以上 甚至有些回来20个点 为什么人家能回来20个点 你就回不来 说白了就是你的节奏不对 你的策略不对 你的方向不对 接下来再次的给大家说 A股反弹的目标是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3010 所以你说还有没有空间 还有没有潜力 记得我昨天盘后跟大家说过吗 不要怕 不要慌 昨天拉高没追的 今天早盘有低点 继续干 对吧 大家看一下 早盘是不是有个低点 如果你是在看盘的 你就知道早盘开盘的时候 很多票都是属于绿盘的 绿盘就是机会 那你在早盘绿盘进去的话 你看今天拉起来 是不是获利的 是不是赚钱的 好 从盘面来看 A股的反弹预期和坑金还有的 至于能不能迎来开曼红 其实这个就跟消息面有很大的关系的 如果我们的消息面在放假期间偏暖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A股开曼红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变化 好 我们接下来回到今天的盘面板块的情况 大家看今天板块主要原因 还是我们的群众稳住了 可能会说 这个银行板块是怎么回事 你看拖了一下尾盘拉升这么多 尾盘之所以大盘能够什么拉到高位 就是因为银行板块的一个发力 银行板块在前期我跟他说过 对吧一段时间的下跌 这个位置下跌说真的看不懂 无缘无故的跌 对吧 其实银行板块 顶多就是有一个什么地产的一个利空的影响 但是这个跌明显的不套谱对吧 这里就是什么 外资也好 我们类似也好砸盘的效果 就是说白了 他们利用银行板块超级权重的属性 砸盘导致我们的指数下跌 做空中国股市的目的 其实他在这一段时间非常成功的 我自认为他们的这一段时间的操作 空方是非常之明确的 所以这段时间你看股民损失惨重 那我告诉你有一部分人撞到蓬帮波 但是银行板块给了大家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大家仔细看 今天收盘 凸切大幅度拉升 关键的是什么 重点了 新业银行这个票直接拉到涨停了 这个就有点看不懂了 对吧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猫利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所以这个需要节后来什么 来印证 对于整个的盘面来说 今天这个新业银行真的是让人感觉 是吧 无语 有无语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银行板块既然已经出现了这种什么 这种情况 后期我们就不应该再悲观了 新业是有第一个 那么会不会有第二个 是不是 这种的话 这个目前来说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但是整体来说银行板块在这个位置 我就觉得大家没必要太过的纠结了 这个位置的银行 如果你还看空的话 我觉得你就不用做什么 不用炒股了 干脆销获算了 为什么 银行已经是在低位了 银行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个业绩优良的 我们做什么做中长期的 那么这种低位的银行 你还不去你去干嘛 对吧 这个明显的一个问题 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好 那银行 顶住了证券下午的话 其实也 也还不错 对吧 你看 一度跳水 绿盘但是下午拉起来了 虽然说收盘是绿的 但我觉得证券也差不多稳住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证券今天大家伙不跌了 中金公司东方财富这种不跌了 所以他们不跌了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他们不跌的话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市场开支期吻了 还记得吧 证券我跟大家说 很有可能走出一个微型的走势 微型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吧 微型反转 那么 如果是这样走的话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黄金坑 那你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你是不是吃到肉了 是不是赚了钱了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虽然今天群众板块的权限 起稳 没有跳水 尤其是中枝头这种尾盘 你下午的话也是什么 连续走强 所以我们的中国股市在今天 终于顶住了分歧 顶住了压力 顶住了北上资金的跳水砸盘 如果你看到今天盘面 你看北上资金在上午的时候 对吧 他其实是一度一度进买入 你看一度进买入超过了对吧 30多个点达到40个点上下 一度进买入 可是你发现没有到了 收盘-5.66了 也就是说从高位下来 对不对 四五四个 四五四个亿 他这明显的在什么在出货 是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能够红盘能够稳住 以最高的一个位置去收盘的话 这里刚才说的银行板块是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 今天盘面其实是什么 是大家一致认同的结果 那我们回到市场本身 刚才说了权重护盘了权重企稳了 那么 关键是什么 题材吃肉了 题材赚钱幸运回来 你看 今天频马频都是三个点 四个点以上的一个账户 那么这个是谁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前排的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属于一个什么 明显的科技类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咬住市场的主线 咬住市场的重点 你才能够吃肉和汤 那么市场焦点在哪里 那我们回到这个板块 你就知道 哎呀 今天的盘面 你看国企改革15个票涨停 马频马盘都是涨停票 对吧 你看 新东西车15个票涨停 消费电子14个 华为13个 虚拟现实13个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我在近期一直强调的主线 第一个国企 是不是 国企告诉你 是吧 要重视轻指数中国股 还有就是什么汽车 汽车的话是主要是什么 新能源车 那么你如果把握住了新能源车的走势 如果说跟上了新能源车的这个节奏 我想大家 是不是赚钱的 是不是吃肉的 那么新能源车的这一轮的什么 这一轮的反弹 你抓住了 你想想 你是不是非常值得 是吧 舒服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 我说什么 大家记得吧 就是说 调整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 你得抓住焦点 抓住焦点 以后你亏损10个点20个点没关系 像这种焦点 你抓住了一个 那么你很有可能今年亏损的多捞回来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不知道怎么抄底怎么去 低息怎么去 其实我说了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包括在前两天调整的时候 新能源车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要抄 其实跟大家都说的明明白白 如果你听懂了 我相信 今天的行情是非常之舒服的 好 看一下 除了汽车之外 还有就是 什么科技类 华为概念仍然是很强劲的 华为概念 你看今天的整体的一个盘面 对吧 昨天上涨 今天再次大涨中央线 而且今天放量了 还记得吧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 我说华为是这段时间市场的主战场 另外一个提醒大家 跟大家画现在都画了很多回 那现在大家看懂了没有 看懂没有 看懂了 你是不是就赚钱了 对吧 这个位置我告诉大家怎么办 两个字上车 那么你在这位置上车了 你想想是不是 那我还告诉你 他有机会去挑这个二三五三 甚至有机会突破二三五三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现在明白了 好 那华为概念 今天的个股掀起了一个涨停潮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低位的 尤其是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大家要重视 因为你一旦抓住了某一个票 或者说某一些票 你就有机会获得距离 获得大力 这是大家一定要留意的一个细节 整个来看 华为他也是属于一个分化 什么意思 就是近期 上涨的 是属于前期涨幅不大的 那么前期涨幅大的表现就比较差 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你比喻说 前期有一些华为概念 对吧 我跟大家讲过 你比如说欧飞光 对吧 这种票你看 前期是不是出现大涨了 出现大涨了 近期调整比较充分 虽然说今天是上涨了 但涨幅相比起那些涨停的票 他说我表现比较差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你要注意细节 注意细节 而并不说就没息了 他可能会赢得访谈 可能会赢得访谈 但是我觉得他整体的趋势 还是要注意一下 尽量的尽量的以低位的 补涨为主 不要去参与高位的去追高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 涨停的这个位置来看 你看今天 几乎上涨的 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这个科技与汽车有关 所以你把握好了这个细节 咬住了这个市场的焦点 重点 我相信 大家 接下来不要怕 不要慌 这是今天的一个盘面情况 可以说是普涨 以后我们看今天下跌的主要是什么 机场 港口航运 房地产其实跌幅不大 只跌了百分之零点几 可以说是一个微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了 说明了这个市场 已经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明显的回暖的状态 普天同庆普涨才是我们需要的 因为只有在普涨的时候 我们散户才能做到钱 所以今天虽然说指数涨幅不大 你看今天只涨了20个点 你后来创业板子涨了11个点 整体涨幅创业板也好 包括我们的上证也好 他的都没有打 都没有 都没有达到一个点 对不对 上证涨了0.68 那么创业板子涨了0.63 他没达到一个点 但是你发现表今天 红盘的票很多 超过4300个票 红盘 另外一个今天赚钱效应很好 我说赚钱效应很好 大家知道吗 那我们回到这个 你看今天收盘 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 达到70在上下 涨停票明显的增多了 那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对吧 指数涨 涨多涨少 我们没必要纠结 但如果说大涨的票 涨停的票增多了 大多数的票在涨了 那这就是好现象 对不对 这就能够让大家吃肉 能够让大家赚钱 能够让大家回本 这种才是我们需要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当然 市场在轮动在轮换 那里去追高这块 还是保持理性 至少 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我觉得A股这里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分化行情 你看后排 今天还是有票在大跌在跌停的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些大跌的跌停的票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近期涨幅之前的 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票 大家还是要保持谨慎与理性 尤其是像这种 对吧 托轮一下拉伸的 那么这种票的话 高风险高收益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前期一些人机票 一些腰股系列的涨幅巨大的 大家短期可以避开一下 像这种票对吧 短期可以避开一下 市场出现一个高低期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低位的明显的获得了资金的关注 资金的认同度 提高了高位的出现一个什么 出货 或者说出现沙跌的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A股是全线的一个进攻状态 那接下来 我们仍然要重视这些核心品种 也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这些核心品种 核心板块仍然要重视 我觉得要想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继续吃肉继续回本的话 仍然要什么咬住他们 因为这个市场的持续性不太好 持续性不太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量能明显的不足 对吧 你看今天的上增指数 上涨的 但是他又是缩量的 对不对 今天量能比重量是缩的比较厉害的 所以他不可以发动全面进攻 不是所有的板块 不是所有的板块 都会大涨都会暴涨 只要市场介入程度比较深的一些板块 还有就是什么 市场热点的核心板块才会上涨 所以你只要有助的机会 抓住的焦点 你才能够吃到大肉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介绍 好